Hello Ritter 你好 正當我坐在餐廳裏 準備回覆你的來信之際 我的 LUNCH MAID ANSEN BALL 即是馮素波 波姐剛剛來到 咦 我們很自然就說起你的 case 因為正在回覆你的來信 我突然聲起 是呀 為何不問波姐的意見呢 一方面她是出自演藝世家 那你封信就提到你未婚夫 就來自古典音樂世家 不但波姐就飾演過很多不同類型的角色 都出現了在你的 case 裏面的 無論是上流社會的太太 到這個少女 她年輕的時候 演過這個少女情人 咦 那我就不如問波姐 跟她交換一下意見 所以今天我的聲音回信 索性就原汁原味 和你分享一下我和波姐的chatting 亦都希望今天的分享幫到你 是你的信呀 收信呀 今天是星期二 李嘉豪的回信箱 我是李嘉豪 多謝你寫給我們的信 以下是我寫給你的回信 波姐 你好 波姐 聽到Rita的來信 怎樣可以她想知道 使她更加有自信 去融入高雅的社交場合 你有什麼意見呢 高雅這件事不是被人批評的 是你自己的感覺 你覺得她高雅 你自己不及的 就自己退出 何必要改變自己 要迎合別人呢 哇 但她已經有個未婚夫 她不是嫁給古典音樂 她是嫁給她喜歡的人 古典音樂應該不差 未婚夫而已 都未能結婚 那你現在還可以選擇 既然你不想嫁給古典音樂 就退出來了 古典音樂 是自小培養出來 要喜歡就是喜歡 如果你很喜歡你的未婚夫 你準備嫁她 你就欣賞你的未婚夫 玩的古典音樂 你不需要欣賞更深的古典音樂 你管他人的生活有多高雅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人品高尚 她是不需要去學習的 古典音樂 不需要進入那個世界 是的 要不去那個世界 你愛那個男人 又愛他的音樂 既然你說是嫁給未婚夫 你不是嫁給古典音樂 但是她老公 或者她未婚夫 又是未婚夫 其實她有一次都沒有察覺到 未婚妻好像是投入不了 或者是被冷落 你覺得這是不是一個問題呢 還是男人都是粗心大意的 還是怎樣呢 根本上談不到有多愛 如果那個未婚夫有看不起你 她不會帶你回去聽她的音樂 那就等著不帶你回去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因為她知道你不喜歡古典音樂 或者她知道你不懂古典音樂 如果你自己覺得你愛這個男人 想想她 為什麼會覺得自己被人擺在這裡坐雪櫃 你不需要裝飾的 我坐在這裡陪她而已 如果你愛她 你就看著她也開心了 但問題是如果她的父母 即未來的奶奶是白眼她 以你做那麼多人生做那麼多戲 你又做過少女又做過太太 又做過家婆又做過奶奶 如果奶奶白眼有什麼招數呢 還是都沒得搞 沒有招數的 根本上你們自趣不相求就哪有招數呢 你硬硬學古典音樂你就不懂 奶奶是看不起你就是看不起你了 她不是因為你要了解一個奶奶 是什麼事幹看不起你 如果因為你不懂音樂而看不起你 她自己驕傲而已 關我什麼事而已 我可以說得 說太懂音樂的人 根本上她就不懂 她照樣板去玩而已 她又不是創造音樂 如果你崇拜她 她看不起你 因為她懂得創造音樂 或者你創造音樂比她更高 她正在玩前人的音樂 她只是模仿而已 但是她自小有這個學問 你是懂就懂 不懂就不懂 你有興趣的 就跟著下去 沒有興趣的 連男人也懶得要 何必要改變自己 去租人白眼 就是說呢 如果是保持這樣都沒得搞的 所以一定要靠自己的心態 不要看不起自己 對呀 你自己看不起 你經常覺得別人看不起你 覺得別人丟你一邊 你就自己坐一邊 沒有緊要的 即是不用強硬去加入她們的討論 為什麼要強硬加入呢 如果你的美婚夫是愛她的 你就坦白說 你們今晚研究這些 我不來了 那就講完 更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 你們吃飯我就回來吃 你喜歡我時吃 但是講音樂我不來了 因為令到你們更無趣 何必要強硬 別人吃甜的時候 你倒些酸醋下去 調味料不適合就不好吃 尤其是奶奶都好像不想見到 她也很慘 我們又不能夠批評奶奶 是否喜歡她 是她的感覺 或者奶奶很想你學 不知道吧 大家都不知道的 多了一個奶奶角度 可以用這個角度看 你會尊重的奶奶 我喜歡坐在那裡就坐在那裡 就隨她玩 不懂 你就承認一下低威是不懂的 你扮懂做什麼 理想扮懂 但是被人踢爆了你不懂 你就覺得別人看不起你 其實不懂都可以有第二份自信的 你自己可以有其他東西厲害的 第二份東西厲害不是在音樂 他們研究音樂 你就自己坐在一旁 沒所謂就學 慢慢聽而已 你不需要加嘴 你因為你加不到嘴 你才覺得自己卑微 不需要每樣都加嘴 最後 如果你是Richard 如果你是那一刻 你分析了 你自己怎樣做 如果是你的話 如果我這麼不開心 我當然是老祖不跟他一起 自己尋求自己更開心的人 你更撇脫一點 當然 做人爽快一點 沒有人能解決到 愛情的事是沒得解決的 只有你自己的感覺 你硬硬學到古典音樂 學到任何東西 進了人的那個門 結了一分 奶奶始終她都一直心躁上去 你都追不到的 所以現在給你就不用煩 直接不玩這個遊戲 是的 我都不玩這個遊戲 自己有自己的遊戲多好 你都覺得自己有份多好的收入 不是在自己的收入範圍裡 欣賞一下你的家 不如拿這些時間陪你爸爸媽媽更好 為何要這麼不開心陪別人的媽媽 Richard 波姐說了 如果她給你的提示 就沒那麼決絕 就是她自己 如果是你 她就直接 就浪費我了 希望能放到你 謝謝你波姐 OK 吃東西 我是麥芝華 她是猶太大屠殺研究學者 李家豪 慰勞不不除怨 Rita說到這裏 那些菜就剛剛上台了 我和波姐就獻祭獻到這裏 You will survive all the very best 李家豪 也有可能 我和波姐一起職業 我和波姐一起職業 劇情 不可 喜歡 有 那些人 我還會 有 吃東西 沒 真的 不如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